欢迎大家收听我当阴阳先生的那几年第57集 我小侄子就不哭了 我也不做当歌 便也跟到了院子里 把门关上后 我见他正在院子的角落里瞅着我笑 我就走了上去 对他狠狠的说 我说你这老太太 当初不是都说好了吗 为啥你还反悔了呢 闲着没事 招惹我小侄子干啥 那黄三太奶见我这么和她说话 依然没有生醒 她开口了 声音就好似前些日子的那个过路心一般 细声细语的对我说 小背行啊 现在竟然有这本事了 能看见你太奶我了 谁说我反悔了 你家太奶我像是说话不算数之辈吗 啊 我望着她心里想着 你这还不叫反悔 那啥叫反悔啊 于是我对她说 你既然没反悔 为啥还要招惹我小侄子啊 那黄三太奶好像有些哭笑不得的说 你这小背还敢说你家太奶 今天过年我左等 我左等右等都没等到你家给奶奶我上饺子 难道你是想饿死你家奶奶我吗 我听她这么说 心中的大石头便落了地了 哎呀 原来她是馋饺子了 可吓死我了 还以为又出啥差头了呢 于是我便跟她讲 太奶呀 您刚才进屋也不是看见了吗 那饺子不是还没煮吗 等煮好了 我亲自给您送去 你看如何 哎就别逗我小侄子了 小孩经不起您逗 那黄三太奶笑着对我说 是 刚才我也看见了 可正当我要回来的时候 看见了你家那小孩 哎呦 那小模样长得真有意思 哎 于是我就逗逗她 哎 没啥大事 那啥 没啥事了 我就先回去了啊 记得啊 等会儿煮好了 就给我送点来 我见她只是稀罕小孩 也没有别的意图 便笑了 毕竟保家仙嘛 是保护家的神性 惹恼了她可不好 于是我便也笑着对她说 哎 哎 知道了 太奶 等下煮好了 我先给您挑几个大个的 哎 对了 酱油醋啥的 要不要 那黄老太太 向供奉着她的仓房里走去 没有回头的说 不要 我只要肉馅的 知道不 我在她身后一脸奴才样 嘿嘿 哎 知道了 您呢 只见她穿过了仓房大门后 我这心这才完全落了下来 哎 你说我容易吗 不过照现在这么看 这老太太真的是转性了 看来这个保家仙啊 也真的能保家 给她供点饺子 也是应该的 于是我回到了屋里 看赵本山大叔去了 我那些长辈们呢 也把饺子下到了锅里 回一会儿 饺子熟了 我那些打麻将的长辈们也收起了麻将局 我老爹拿了炮仗和丝花到院子里放了 随着鞭炮的响动 这一年也就这么过去 对我来说 这可真是不平凡的一年 好几次差点把命给丢了 但是傻人有傻不 现在回到了家里过年 能有口热乎饭吃就挺知足了 张开万千 张开万千 只因我是命苦之人 望着窗外鞭炮炸开了花 我心中无限唏嘘 这一年整个就一悲剧 眼见着饺子就快好了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就是那过路馅儿的事 那位过路的叫胡老七 当然了 这个胡老七和葫芦娃是没什么关系的 我想到的是他临走的时候 和我说的那句话 世道要不太平了 我其实真挺在意这句话的 从一个老狐狸口中说出来 意味着什么呢 想想现在 我脑袋里的无头案子 简直太多了 包括那跟夜狐抢太醉皮 和放走女鬼的人 还有那个 作死 玩草人的家伙 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想到九叔曾经跟我说过 太醉皮乃是大凶之物 吉尼紫生妖邪 他的出现正是一种大凶之兆 难道这其中有什么联系吗 好在那太醉皮 现在还在哈尔滨我住的地方 用一道三森林水符 镇着 放在我的床底下 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 最近的我总有一种好 像要发生什么事的想法 可能是我神经过敏吧 也可能是现在的三清书 修炼到了一定的境界 可后来我想想也不可能 因为我学的是三清符咒 即使练三天了也不可能为补先知 我忽然想起来 那个胡老七和黄三太奶不是同样属于四大家吗 要不我等会问问黄三太奶 看看她能知道点啥不 这时饺子也煮好了 我老爹从锅里盛出了几个 装到了一个小口碟之中 便往外走 我知道他这是要上供去的 于是我便走到他身边和他说 爸 还是我去吧 最近有点不顺 我想去鼓道鼓道 老爹将我这么说便点了点头 他对我讲 那你去吧 上炷香 解解心仪啥的 我点了点头 从我老爹手里接过了口碟 里面有三个饺子 我心想这哪够啊 于是又从锅里捞出了六个 图个吉利吗 九个饺子应该就够那老太太吃的了 多年在外漂泊告诉我 要求人先送礼 这句治理名言 我是知道的 现在我想找那黄三太太问点事 如果不给他上点猛料的话 估计那老太太是不会告诉我的 于是我又拿了三个小杯子 从箱子里顺了一瓶白酒 和家里人说 我出去打个电话后 便走出了房门 来到了仓房 由于大年三十这天的晚上 家家都有打灯的习俗 所以呢 每间房子的灯都是开着的 当然我家的仓房也不例外 我走进仓房里 看到了那个供奉着 黄三太太的神龛 神龛之上一张红纸 上书黄三太太之位 墨迹有些褪色了 正是当年刘先生的手笔 我先把饺子放在神龛之上 接着把三个杯子倒满了白酒 然后又拿起了旁边的香 用打火机点着了 插在香炉之中 我做好了这一切之后 便开口轻声的说道 太太 太太 我来给您送饺子来了 您快出来吧 说完后 我对着那神位拜了三拜 只见 墙上慢慢的浮现出了一个人影 正是那小脚老太太 在墙上慢慢的浮现 就像是一张画似的 从模糊到清晰 最后活灵活现的 从墙上走了下来 只见尖嘴猴塞的她 见了我后笑了笑 然后抽动着鼻子吻着 我心想到底还是胡鼠之辈 即使是成了仙 也抵抗不了美食的诱惑 于是我便对着她毕恭毕敬的说 太太啊 刚煮好的 您请卖用吧 那黄滩太太也没说话 对着我笑了笑后 便走到了神堪前 伸手就抓向了饺子 她也不怕烫 抓起来就往嘴里散 看着她吃东西 我忽然觉得挺诡异的 因为她抓起一个吃到嘴里后 盘子里的饺子竟然还是一个都没少 就跟没动过一样 现在我算明白了 她果然和那过露仙一样 并不是吃食物 而是吃食物的精华 怪不得当时过露仙喝完的三杯酒后 那酒就变得跟水似的了 感情是精华被抽走了 我看着眼前的这一幕觉得这很刺激 毕竟从小就听这些故事 什么大仙显灵 喝酒没味的 感情是这么回事啊 她连续抓了酒伺候 打了个宝壳 我心里想着这老太太姑息是吃饱了 于是我又跟她说 太奶啊 那个您年年保佑我家 真是辛苦您了 我还特地给您准备了点酒 这过年了 您也放松放松吧 那黄三太奶对着我笑了笑 想不到你这小辈还有如此小心 知道你太奶我辛苦 嗯 行 太奶我也不亏待你 是不是有啥事啊 说吧 只见她端起了一杯酒后 竟然凭空盘腿坐下了 浮在了空中 然后一小口一小口的喝着那酒 我心想 这真是人老精鬼老灵 你个老黄皮子还真老见巨黄 知道哥们我不可能无视献殷勤 想到这里我也不跟她见外了 本来嘛 我确实有事想问她 于是我就和她说 她奶呀 实不相瞒 我在外面还真碰到到件事 没弄明白 所以呀 想问问您老 那黄三太奶盘着腿 坐在我前面的空中 摇头晃脑的品着小酒 显然对酒精之类心存好感 她对我说 啥事啊 说吧 我也不跟她隐瞒了 就对她讲 我前些日子在哈尔滨的时候啊 遇到了一位过路的仙家 那黄三太奶听我说完 有些惊讶的对我说 哈尔滨 那应该是属于老胡家的地头啊 你遇到的过路仙 是不是姓胡啊 我点了点头 对她讲 没错 她自称是太阳倒胡老七 我孝敬了她三杯酒后 她就告诉我 这世道要不太平了 太奶 您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吗 那黄三太奶听我讲完后 收起了笑容 她似乎在想着什么事 沉默了一会儿后 她对我讲 事都要不太平了 这事 其实我也知道 我想你这小辈 现在也是吃阴间饭的 对吧 这事你想知道吗 我忙点了点头啊 我就是想请教您这件事啊 那黄老三太奶叹了口气 哎 黑妈妈前一天子受到人偷袭 而且她老人家烟带锅子 被人抢走了 什么 黑妈妈 那谁啊 这老太太讲的什么呀 怎么乱七八糟的 什么老太太被打了 烟袋锅子还被抢了 于是我慌慌问她 太奶啊 您说的是啥 我咋没听懂呢 能不能详细点说说 那黄三太奶看了我一眼 真是想不明白 你这小辈 怎么干上吃阴间饭这一行的 连黑妈妈都不知道 说来惭愧 我的师父九叔是个老鬼 我俩一个月能见上一面 虽然每次都能学一些词道 和法术 但是世间之大 我现在知道的毕竟还是太少了 于是我就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真是惭愧 我现在不是学艺不经吗 敢问黑妈妈是哪路仙家呀 黄三太奶对我说呀 黑妈妈是保护整个东北的神 和胡三太爷是一个辈分的呀 这你都不知道 保护整个东北这么强 一听他这么说 我他好奇心一下就被勾了起来 于是我对着他说 太奶呀 您就直接跟我说了吧 那黄三太奶听我说完后 叹了口气 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 原来呀 东北的仙里呀 地位最高的要属胡三太爷 与胡三太奶 在众心家中 道行最深 他们呢 查人间善恶 悉百姓祸福 保家宅平安 他们二位在保家仙信仰中 道行地位破高 被认为是胡心家族的长老 有祸福于人的能力 而这位黑妈妈 又称黑老太 她是在辽宁九顶铁刹山玄石洞中 修炼成仙的 是东北道教的总护法 和胡三太爷胡三太奶 是一个辈分的仙家 据说这位仙家心地善良 得到以后帮助过不少世人 知道现在的辽宁铁刹山 还有其道场 年年是香火不断 众多善男心女前军膜拜 据说黑妈妈手里有一件宝贝 名字叫百人院 是一根烟袋锅子 只要看到诚心拜他的人身上 有什么夙愿之气的话 黑妈妈便会用这根烟袋 将那人身上的冤愁吸草 从而净化那人的心灵 可是黄三太奶和我讲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大概半个月之前 一天晚上 竟然有一个人 趁黑妈妈入定的时候偷袭了他 可是那人哪是黑妈妈的对手 不到几个回合 便打那人落荒而逃 只是打斗之间 黑妈妈的百人院 好像被那人给偷走了 要知道身为护法大仙的 黑妈妈丢了法器 这可是件大事 因为没了这些法器 以后就无法再度化世人 这可如何是好啊 即使是如此慈祥的黑妈妈 也大动了肝火 她认为在这个时代 能动她的人简直是寥寥无几 所以一定是本家的 哪个不长眼睛的弟子所为 所以她便召集了整个东北的家乡 想探查一下 到底是谁偷了她的宝贝 当然 我家的黄三太奶也前去了 在铁刹山上 寻仙聚会 为首的便是胡三太爷 胡三太奶 黑老太太 这场面 要拿咱们普通话来讲 基本上就和年终会议差不多 大大小小的仙 没有不到场子 剑都来齐了之后 黑妈妈并开始说话 她告诉他们 请他们来的缘由 而且跟他们说 这根烟带锅子不是谁都能用的 如果使用方法不恰当 反而会反噬自身 使自己万劫不复 如果在一个月之内还来 可以既往不救 胡三太爷也对此事感到大 他说 如果一个月之内还没有还回来的话 要是被我们查出来是谁干的 一定废弃妖精 剁碎了扔进火坑 使其下辈子只能投生为粪鹰之辈 台下鸭雀无声 本来吧 这不是啥能明说的事 谁能当场承认的 毕竟既然感动黑妈妈 就应该已经有了必死的觉悟 哪会这么容易就又双手奉还呢 上方三位大仙儿却没有承认的 于是这场聚会便不慌而散了 台下的仙女们就各自告别 返回了各自的家或者洞府 那胡老七便是在回太阳岛上的时候 附身于王城的 而黄三太奶则是刚到家不久 由于赶路肚子很饿 所以才进来屋里看饺子熟了没有 我听他讲完后 心中感慨道 群先聚会 那是何其壮观的场面呢 真没想到在这个时代 还会有如此壮观的聚会 可是竟然还有人敢偷护法大仙儿的他吧 这不是老虎嘴里拔牙 活拧为了吗 要知道护法大仙儿意味着什么 那可是东北加仙的头子 简直就是皇帝般的存在呀 我忽然想起了那个抢太岁皮的人 这会不会是同一个人所为呀 可是他为啥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头百人院呢 可是要知道黑妈妈可不比夜湖那么容易对付啊 惹了黑妈妈 那可就意味着要和全东北的家仙野仙为敌呀 真是想不明白 本来我是要来解心仪的 没想到竟然越解越乱 就跟走沼泽地似的 越陷越深 这他大爷的算什么事啊 这是大过年的也不让人消停 但是我又一想 其实黑妈妈的法器丢没丢 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 我是人呢 我跟这下操什么心呢 我只是想知道太阳岛胡老戏的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罢了 现在知道了 但是却没怎么明白 为啥黑妈妈的百人院丢了 世道就要大乱了呢 于是我问皇三太太 太太呀 这我还是没怎么明白 为啥黑妈妈的宝贝丢了 这世道就要大乱了呢 皇三太太太飘到了神龛之前 又拿起了一杯酒 喝了一口后对我说 你这小辈有所不知啊 那黑妈妈的宝贝可是有说到的 要知道当下的时间 你们人间多有尔虞我诈之徒 虽说因果循环 但是如不化解 不多时便怨声再到 所以逢每月的十三 醉阴之时 慈悲心肠的黑妈妈 就要到山顶之上 借着宝贝 为全天下的善男性女妹 吸怨 尽管不可能吸取太多的怨气 但是也能保持现在的平静 而现在黑妈妈的烟袋锅子没了 她便无法继续吸收怨气 到时候民间怨气膨胀 多半会出乱子的 这点事情你还想不明白吗 啊 我听她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虽然这事实在是太玄武了 说出来就跟玄外角说似的 但是那时的我确实是亲身经历 没掺一点水分 所以也就深信不疑了 我心想啊 老天爷呀 这什么事都啊 怎么总是有事呢 要是不尽快找到那烟袋的话 不说别的事 就是那些上访的人的怨气 都够喝一壶的了 要知道要挟之辈多半怨气 邪气生出来的 到时候民间怨气加重 再生出几个猛点子 妖怪什么的 这事上本来就没有几个先生了 谁去对付他们呢 他大爷的 这事确实太恶心了点 我垂头丧气的 对黄三太奶讲 太奶呀 那那那您看 这事有啥解决的余地没有啊 黄三太奶塌了口气 对我说 你说你个小辈 跟着瞎逃什么心呢 这事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那就是找回白人院 但是这是那三位大仙的事情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即使你也是好意 但是我看你的实力 实在是不杂利 虽然说你也是吃印尖饭的 但是却连当年的刘树青 都远远不如 欢迎大家收听 我当金阳先生的那几年 第58集 好在一想到那三位大仙 是何等神通啊 整个东北都是他们的 估计很快便可以找回 那那那烟袋锅子了吧 不过这小小老太太的话 还真是掏我心窝子里去了 没错呀 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 我就变得爱瞎操心了 搞得现在自己都还自身难保呢 却要关心他人 真是祖坟都没哭过来 还老去哭乱葬岗子 但是实力在这摆着呢 我是心有余力不足啊 他大爷的 想想我就郁闷 我苦笑了一下 身为九叔的徒弟 我怎么这么弱呢 记得九叔以前跟我说 我的资质并不好 但是希望我心能不住 还是有机会达到他那个境界的 可是这都多少年了 我高二十入道 到今年都大学毕业了 却依然没啥太大的进步 当时我还想 如果找不到那女鬼 等两年期限一到 我就和老谢拼了呢 就我现在这实力 怎么和他拼呢 那谢碧安挖块鼻屎 估计都能砸死我 想到这里 我又叹了口气 抱怨自己实在是太没用了 那黄三太奶 见我这副模样 想了一会儿后对我说 你不用丧气 你太奶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想的是什么 我抬起头 有些感到奇怪 你 您知道我现在想什么 那黄三太奶又喝了口酒 和我说 身为你家的保家心 要是这一点本事都没有 嗯 可就坏了 你是觉得自己的道行太低 想变厉害 对不对啊 说实在的 我真心动了 就在从那黄三太奶口中 听到这话后 我太想变厉害了 因为眼见着两年期限 一天一天的临近 我现在的状态 基本上等于坐以待毙 苦于天资愚钝的 即使日夜修行三清书 也是收效甚微 可是怎么才能变强呢 于是我便问的黄三太奶 太奶呀 你 你 你可真厉害 还真瞒不过你 我 我真挺想变厉害的 不知道您老人家 有什么办法没有啊 那黄三太奶又喝完了一杯酒 她又拿起了最后一杯 抿了一口后对我讲 哎呀 你太奶我 见你这娃娃 与我还算有缘 收你当出马弟子 你看怎么样啊 出马弟子 我愣了 猛然想起了九叔和我说的 关于中国民间吃阴间饭的流派 很早以前呢 在这片踏实的土地上 就涌现出了很多的流派 经过岁月的洗礼后 互相融合 取长补短 他们虽然流派不同 但是呢 却都统称为白派先生 正所谓 浩瀚国土 英台辈出 到最后 这些民间的白派先生 由于驱邪使用的方式不同 便以山海关为界 分为了两大派系 那就是著名的南矛北马 这里说的南矛北马 南矛指的是矛山道书 而北马指的是东北马家 而北马这一词 又名出马 也叫看乡出唐 据说是继承上古萨板文化的传承 然后呢 演变成我国北方地区的一种乌文化 简单的介绍一下 所谓出马 说明白点就是拜仙为师 这点和我差不多 我的师父魏凤娇就是个鬼差 但是出马弟子需要拜的却是胡黄之流 类似于神打 出马看兵的时候 请太爷太奶们上身 从而呢 获得他们的力量 要说东北这片土地 可真称得上是厚土埋金 自古就有东北人节地灵一说 人节指的是人会跟好 地灵指的是万物 在一种良性的环境中自然成长 阴阳平衡 造就无数好的结晶 这个结晶就是好鲜脉了 传说 东北有一条鲜脉 专门孕育出这种民间仙 而这条鲜脉 据说是从大连开始 辗转整个东北 最后汇集在哈尔滨 那些有灵性的动物 便借助着这条鲜脉 得了道好 其中属胡三太爷 胡三太奶 黑妈妈为首 家仙也仙无数 但是他们同样没有逃得过十年浩劫 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些年呢 这些事物便少着又少了 我知道这事啊 听上去确实挺玄的 但是确实如此 如果大家家里有老人的话 可以问了 他们一般都知道这些类似的事 说到那些大仙们呢 他们为了早日得道而度化世人 就会收一些身带会跟者为弟子 弟子们家中多数供奉宝家仙 每个大仙的嗜好都不尽相同 有喜欢喝酒的 有喜欢吃烧鸡的 还有喜欢抽烟的 而我家这位黄三太奶 她好像就是爱吃饺子 每次驱邪 就由这些弟子带仙出马 所以出马弟子一说 便由此而来 听着黄三太奶一讲 我明白了 原来她是想收我当出马弟子 要说这还真是个好主意 因为出马弟子的特性 就是不用自己动手 一有事 大仙就附体冲上去了 而且那些大仙的本事不一样 有这个会看病的 有会看地的 还有会抓鬼的 确实很方便 但是我又一想 这样做好像有些不妥呀 因为我诗书九书 九书是属于南毛 虽然说三清书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 但是九书诗从景仙道人 而景仙道人正是南毛正宗 所以我现在应该也是属于南毛的 如果今天草率的又当着出马弟子的话 似乎是对九书有些大不敬的含义了 而且这出马知识 我始终还有些抵触 从大学到现在 我身边有不少人都被附身过 印象最深刻的药处静伯湖那次了 简直就是我的噩梦了 脑子里全是当时 关明和张亚新被武通神附身后 那副恶心的嘴脸 一想到自己的身体会不受自己控制 我就觉得特别扭 感觉自己好像是被卖给了别人一样 本来我就被舞弊三缺所操纵了 如果以后再被大仙随便上身的话 那还有什么意思了 于是我便开口问那黄三太奶 太奶啊 这不瞒您说啊 我现在虽然已经是舞弊三缺之人了 但是却师从别派 我怕师父怪罪 所以这出马弟子 我还真不敢当 您看看有没有别的方法呀 那黄三太奶见我不愿意入门 也不生气 她对我说 无知的小辈 你能懂些什么 那些男蛮子的道法 哪有咱们自家大仙的神通大呀 也罢也罢 此时你太奶心中有数 嗯 有些事是不可说阔的 等你以后想明白的那天 再回家来找我吧 我听她这么一说 心中道也踏实了 我虽然没有听懂她具体说的是什么 但是我听出来了 她这话没有放死 也就是说 等哪天我反悔了 想出马了 她 我 我还可以再来找她呀 这倒挺好 我还有足够的时间来想这些事情 我心想如果两年之期要到了 我还没找到那女鬼 准备和老谢拼死一搏的话 到时候再出马 也不是为一种增加实力的方法 想到此处 我的心情竟然好了许多 想不到这刚刚大年初一 就遇到了一件好事啊 确实是个好兆头 难道哥们我要转运了 我见到黄山太奶也吃喝完毕了 心中也没什么事情想问她了 于是我就对她说 谢谢大奶 那我就不打扰您休息了 我先回去了啊 那黄山太奶见我要走 竟然神秘的笑了一下 这笑容出现在她那尖嘴猴腮的脸上 怎么丑怎么别扭 她对我说 看你这小辈还挺孝顺的 大过年的 你太奶我也没啥好送你的 这样吧 你把手拿过来 我心想 这小小老太太这是要干啥呀 听她这话是要送我东西呀 难道是宝贝 一提宝贝我就兴奋了 因为刚才听她讲过的 那个黑妈妈的百人院 这宝贝光是听名字就牛逼呀 虽然我家的黄山太奶的道行 还远不及黑妈妈 但是也属于是修炼多年的老黄皮子了 我之前说过了 心性不定者 多半虎鼠之辈 这黄山太奶虽然之前害过我 那是因为我爷爷曾经把她孙子给弄死了 所以呢 她才要祸及三代的 如今冤筹已经化解 她身为我家的保家仙 便一定会全心全力的保护我家 所以我现在根本就不用顾忌 她是否会再害我 于是呢 我把右手向她平伸了过去 只见这老太太从神堪前的小香炉里 抓了一把香灰 然后放进嘴里嚼了几下 然后便抓住了我的右手 一阵冰凉刺骨的感觉传来 虽说现在的我不用提防她 但是她毕竟属于动物仙 条件反射下 我顿时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只见她用左手把我的右手翻了过来 手背向天 右手伸进嘴里 抛出了被她嚼成一团的香炉灰 我正寻思她到底要干什么呢 没想到这老太太竟然把那香炉灰 直接抹在了我右手的小指尖上 这把我给恶心的 一股奇怪的感觉 从我那长而锋利的小指尖上传来 刚才身上的鸡皮疙瘩还没消 就又起了一层 但是我也不敢乱动啊 万一这是啥仪式呢 再出个差错什么的 我不就毁了吗 我记得当时我的表情 真的是相当难看 有些哭笑不得 那被老太太的唾液混合后的香炉灰 慢慢的在我的小指尖上凝固了 那黄山太奶 好像见时间差不多了 就鼓着腮帮子 对我的小手指尖连吹了三口气 我清楚的记得 她的嘴是吹了三下 一冷一热 还有一些什么感觉没有 一笑都做好了以后 那黄山太奶放开了我的右手 对我说 好了 你看看吧 我抽回了手 有些恶心的 抠掉了指尖上那层 已经风干了的香炉灰 把它们全抠掉后 我顿时大吃一惊 只见此时我的小指尖的颜色竟然变得漆黑一片 在仓房有些昏暗的灯光下 竟然还闪着些光泽 就像是被涂了一层指甲油一般 真是说不出的诡异啊 这 这是啥呀 未免也太搞了吧 这老太太不会是看我长得俊俏 所以特地的为我涂指尖油吧 可是我后来一想 这完全没有理由啊 因为我长得虽然说不怎么难看 但是也算不上十分的俊俏吧 而且那黄山太奶也不可能闲得没事 帮我涂指尖油玩啊 想到这里 我又不由的打了一个冷战 这老太太不会是还记仇呢吧 故意害我呢吧 望着我这黑乎乎的小指尖 难道这是诅咒 或者是被吓什么毒了 我望着眼前的黄山太奶 心中满是那黄皮子心性不定的事情 那些故事里 他们手段凶残 专门爱玩弄猎物 而且我还亲身领教过这位黄山太奶的手段 这黑哥们 我不会又栽在她的手里了吧 他大爷大 我怎么就这么不小心呢 闲着没事 给他什么手啊 但是我知道 我自己瞎想永远也想不出什么头绪 还不如直接问她呢 于是我有些恐惧的问到黄山太奶 我说 太奶啊 您这 您这显得什么神通啊 为啥把我的手指也给变黑了呢 要说这玩意儿啊 确实给我吓坏了 这死老太太不会是给我吓了什么降头什么的吧 她大爷的 只见那黄山太奶 敏着那 抿着那爬满了皱纹的腮帮子和我说 放心吧 要不死你 你太奶我见你这小辈还不错 就送你这个东西啊 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这可是寻常人做梦都得不到的 怎么样 还不快谢谢你太奶我 听完这句话后 我心想 我谢你奶奶个爪啊 这恶心的指甲油到底有什么用 你还没告诉我呢 让我咋谢你啊 于是我忙问的 我还不是无知小辈吗 怎么能知道太奶您的本事呢 说完这句话后 她告诉了我 我这被涂黑了的小指甲的用处 前文已经提到了 这些出马仙的本事各不相同 有窝囊的 也有厉害的 窝囊的那种和文书差不多 就知道骗吃骗喝 没啥本事就爱糊弄人 而厉害的那些呢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能力 有能预测祸福的 有能捉鬼的 有能看病的 最邪乎的一种 是老胡家的 生性凶残 能帮你害人 而我家的这位黄山太奶的本事 便是可以看病救人 刚才她从小香炉中抓出的香灰 便是这么多年供奉她的精华所在 涂在我的小指甲上以后 这小脚老太太又在上面涂了三口仙气 就把她的本领留在了我这小指甲上 因为我刚才没有答应她当出马弟子 所以我没有请先的资格 但是经过这么一折腾 我的小指甲却也有了些黄山太奶的本事 我听她这么一说后顿时大喜 心里想着她大爷的 这回可好了 要知道我每次和鬼干架 最轻也要受一身的伤啊 有了这小指甲 那我得省多少钱的 哎呀 真是有用的东西啊 说不定以后哥们我还能用他赚钱呢 要是这东西能包治百病的话 那真是太刺激了 于是我连忙对黄山太奶说道 多谢太奶 赐我这么珍贵的礼物 也不知道这指甲的效率有多强 能治疗癌症艾滋啥的不 要不你受累 把我这剩下的九个指甲都涂了吧 黄山太奶显然不知道癌症和艾滋病是什么东西 她笑着对我讲 小贝 我又太天真了 你太奶我虽然在你身上施展了神通 但是你终究不是出马弟子 所以这指甲也只能治疗一些小病 如这个风寒什么的还可以止血 明白吗 不得不说 老天爷对我也太不公平了 总是当我抱着极大的希望去面对每次的奇遇的时候 忽然就给我来一个下马威 这简直有些峰回路转呢 我还以为这黑之界有多牛逼呢 没有想到他冲其量也就等于几颗阿斯匹林和几片邦迪 说白了 这简直就是鸡肋嘛 我终于明白了 那些网络小说其实都是扯淡的 那些主人公们的奇遇一个比一个牛逼 不是得到啥宝 背后大杀四方 就是得到什么神功后秒杀宇宙的 其实那都是假的 都是白日落梦 他大爷的老子我真遇到过几次奇遇 却一次彼此倒霉 这他妈的就是生活呀 我苦笑的望着我这黑指甲 竟然越看越恶心 怎么这么娘娘腔呢 于是我哭笑不得的对那黄三太奶说 那多谢太奶了 我还有点事 就不打扰您清修了 那我就先走了 我实在不想在这小小老太太身边再多待一会儿了 还是赶快回屋吃饺子才是正道 这大过年呢 哎呀 那黄三太奶点了点头 啊 回去吧 如果你以后想当出马弟子的时候 再来找我吧 说吧 这老太太飘到了墙边 往上一跳就不见了 舱房里只剩下了我自己 我踏了一口气 出了舱房走回了屋子里 家里人正在吃年夜饭 我奶奶见我回来了 有些抱怨的对我说 出去这么晚打啥电话呀 快过来吃饺子吧 我对我奶奶笑了笑 坐在了桌子旁 由于不敢让家人看见我这黑指甲 所以只能屈着小指 拿起了筷子 草草的吃完了饺子后 便回到了我的那间房 躺在床上耳边听到的是长辈们继续打麻将的声音 我望着这小指甲 心里又乱成了一团 真没想到这大过年的还不消停 居然让我知道了那种事 哎呀 但愿老天保佑啊 那三位大仙能早点把那烟袋锅子找回来吧 要是真生出什么妖怪来 就就就真的出大乱子了 别的地方不说 就说二边 我和老义已经都快自顾不暇了 哪还有功夫去降妖伏魔呀 不得不说 你说现在这抽风的人怎么这么多呀 好日子过腻歪了 还是心里有问题呀 没啥事抢什么太醉皮和偷什么摆人院呢 这不闲的吗 还有那放走女鬼的树上 他大爷的 没事你放女鬼 干什么呀 害得我和老义要单听受怕的过两年 现在还一点头绪都没有呢 要说人哪 还真就不能有什么本事 一有本事 就往歪的地方想 我脑子里忽然出现了一个念头 那就是还是当小老外星最好 虽然说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 但毕竟无知是福 最起码的能过个踏实的生活 我忽然有了一种 如果这两年之期能挺过去的话 就回龙江的感觉 我实在是不想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了 到时候回龙江 哪怕在大街上摆个小摊 也算是能过个安稳的日子 哎 算了 不想了 现在想什么都没有用 我望着这个看上去油汪汪的黑指甲 听到黄三太奶说 这指甲还能止血 我忽然很好奇 于是便坐起身 用他使劲的向左手手背上滑去 左手的手背被滑出了一道口子 血顿石渗了出来 我开始聚精会神的望着那伤口 期待见证奇迹的时刻 十五分钟后 我感到眼睛都有些酸了 那小口子才一点一点的合上了 我发誓 我真想当时就找把剪刀 把这恶心的黑指甲给剪了 十五分钟才恢复 这 这 这也叫神通 好像叫个肉皮盒的人都能办到吧 他大爷 我有一种被那黄三太奶给耍了的冲动 都说岁月无情 人亦是如此 你说我堂堂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小伙子 本来就舞弊三缺中 孤弊啊 小时候肢解又长 现在却又好像涂了层这么多情的黑指甲油 让别人一看都会认为我是个二椅子 我找谁说理去 欢迎大家收听 我当燕阳先生的那几年 第五十九集 算了 再想这些也是没用了 既来之则安之吧 我想这老天爷饿不死 瞎家巧的道理 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说来也奇怪 我竟然又梦见了那个逃跑的女鬼 这个梦我已经梦见过很多次了 她还是背对着我 不紧不慢的向前走去 而我则每次都傻了吧唧的向她追着 等到我抓到她的肩膀时 不出意料的就会醒了 这个破梦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睁开了眼睛 已经是大年初一的早上了 太大爷的 今年的第一个梦竟然还是噩梦 看来这一年呢 也好不到哪去 我擦了擦眼纸 想起了文书的那句招牌台词 日有纷纷梦 神魂欲击凶 呸呸呸 我联盟摇了摇脑袋 看来我是和那老神棍 待在一起的时间久了 竟然也有点被他传染成骗子的趋势 这个不行啊 那个老家伙能知道个屁啊 好在过完年之后的这几天 还都挺消停的 没啥事 整天宅在家里看西游记 还有那个什么西游记后传 望着电视里那猴子 跟患有颈椎病一样 脖子都不会转弯 说话都不张嘴 我又感觉到了国产电视剧的强大 打到场面 就跟卡迭了一样 一个镜头都能反复的播五六遍 够愣的 最恐怖的就是那片头曲了 还文欲成仙 快乐无边 搞不懂这么反动的歌曲 怎么还会通过什么呢 正月十六 我家那几个长辈们又到了碾子山串门了 当然我也跟了过去 碾子山老刘家还是前几年那样子 挺大个院子 鸡鸭鹅四处闲溜达 只是岁月不饶人 老刘太太的白头发又多了不少 而且这老太太好像脑袋也有些不好使了 见我们来了 虽然不认识 就是他一把拉住了我大爷的手 不停的念叨 你们谁在外面见到我大儿子没有啊 他出去打工那么多年了 为啥还没回来呀 我那些长辈们见老太太这样 慌忙劝他 对他说些善意的谎言 无非是你大儿子啊 现在在外面有出息了 等挣了大钱以后才回来之类的 哄好了老太太刘二叔把我们招呼到内屋 果然刘姐刘大爷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只是几年前经村里出去打工的人家 好像在哈尔滨看见了刘大爷 但是呢 也只是猜测不确定 这时刘雨迪把我叫了出去 到了他的房间 回到家里的刘雨迪卸下了淡妆 现在素面朝天的 看得很真实 他跟我讲 谢谢那天我送他的哈红肠 老太太见他过年还知道带东西回来 直夸他懂事 所以这小丫头特感谢我 他坐在床上 我坐在凳子上 我边跟他说没事 边打量着他这小屋子 典型的小女生屋子 很多娃娃玩具之类的东西 但是这物品的摆放倒是挺吸引我的 我在文书店中的古书上见过 这好像是按照风水摆放位的 窗户上吊着一个小鱼缸 里面有着一条小红鱼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好像就是金里画龙之局 当然了 这个局并不是真的能把那条小红鱼变成龙 只是应了水命之人的好兆头 刘雨迪是汉河得水命 但死水是死水 虽然清澈 但不灵动 但是这屋子里有这么个风水局的话 水中有鱼便灵动了起来 这可能是刘二叔弄的吧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呢 下午的时候 我们一行人便要启程回龙江了 刘雨迪要了我在哈尔滨的手机号 说是我如果没啥事的话 就去找他玩 我对他点了点头 要说我俩从小到大确实挺合的来的 毕竟我俩属性相生 我是木命 他是水命 要说我这个人 典型的小市民心里 遇到点啥事就好瞎寻思 我心里想着 这丫头现在长得这么水亮 真是出乎我的预料啊 要是我们之间再发生点什么 那也都好啊 想到这里我又苦笑了 他大爷的 还是别想这些事了 都说保暖思言喻 但是我现在还一副两年的短命相呢 而且五臂三却压着 想透气都难 还是别想了 先想想明后天回哈尔滨 该怎么找到那个女鬼再说吧 我望着车窗外 苍凉的碾子山 山乱几步 这里的山虽然不是那么高 但是也别有一番景色 初春时节 积雪已化 只剩下光秃秃的山脉 呈现着有黑的颜色 下午的阳光 透过车窗打在脸上暖洋洋的 给人一种慵懒的感觉 车子开往的是龙江的方向 而此时的我 却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 走一步算一步吧 别管这一步有多远 我总是这么安慰着自己 床外的景色不停的倒退着 经了一年就这么开始了 我很庆幸 回哈尔滨的时候没买到火车票 我老爹只好给我买了一张传说中的客车票 还是客车中的霸主 卧铺客车 简称卧客 说到这卧客不得不提一嘴 真的是太霸气了 虽然挺贵的 但是能一路躺回哈尔滨 也确实挺小文 上下层跟龙屉似的 大概四十号人 跟尸体一样的躺着 虽然我今年都二十好几了 但是老爹似乎还是把我当成小孩子一样 送我上车 只见死活 要帮我拎包 怎么跟他抢都抢不下来 老爹今年也快五十了 已经有了白头发 可怜天下父母心的 以前我还是小屁孩的时候 就成天听电视和书上讲这句话 但是我不懂 但这几年在外边漂泊 我却懂了我老爹的辛苦 我妈走了这么多年 她始终一个人 我忽然觉得自己还是很幼稚 不知道身体发福 受之父母的道理 竟然总想到死 现在想明白了 我可不能死 我还没孝敬过我老爹和我奶奶呢 怎么能这么年轻就挂了 他大爷的 不就一个白骨肠吗 试想一下 他除了舌头肠以外 还有哪肠 实在不行 两年之后老子就准备 一四轮车的板断 他要来的话 我和老义就抄起砖头 罩他脑挖子 先砸十块钱的 不许他不跑 说不定还能发一笔小词 嘿嘿嘿 我躺在客车的上铺 开始胡思乱想了起来 虽然不知道 这个民间土招管不管用 但是想想也不犯把吧 特别是现在 什么头绪都没有的时候 我这样也纯属是 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没办法 生活就是这样 没人安慰 你只有自己安慰自己 自娱自乐 也是一种比较飘逸的境界 当然了 也是比较可微的境界 这时躺在我下铺的那位老爷们 对车上的售票员说 大姐 我这么躺得太难受了 能把鞋脱了不 那售票员 见得好像确实很难受 于是就点了点头 没到五分钟 我就好像闻到了一股臭鸡蛋的味道 这给我恶心的 这这这啥味啊 正当我四处寻找污染源的时候 只听那售票员焦急的说 你还是穿上吧 赶紧的 他大也大 我怎么就这么倒霉 坐个卧铺车 都能遇到下铺是汗脚的 没办法 我赶忙把车窗拉开了一点 偷偷气 望着窗外的景色 心情顿时好了一些 我觉得我这人其实挺没志气的 大城市好像并不适合我 比起那种繁华的地方 我更喜欢小地方 不求荣华富贵 但求三餐温饱 可是没想到 就这梦想 要实现竟然也这么难 我不禁又称赞了一下所谓命运 他大爷的 真是哪都没家好啊 也许是这些天在家待的时间久了吧 我忽然有些不想回去上班的感觉 但是不回去又不行 要知道哈尔滨还有一个老神棍和一个逃跑女鬼等着我呢 平复了一下心情后 我又睡去了 不出意料 又是个噩梦 我发现我和噩梦有缘 千奇百怪的噩梦让我做了个遍 刚开始都不做 不是娶媳妇就是当老板的 可是最后 娶的媳妇是个僵尸 当了老板 发现员工全是鬼 等再睁开眼睛的时候 发现已经快到哈尔滨了 我打了个哈去 为我可怜的睡眠 莫哀 这么多年就没睡踏实过 从小看电影里的那些什么除魔道长啊 什么驱魔人的 觉得他们都特狂 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恐怕别人不知道他们有本事 但是现在我明白了 那不过是电影 电影里的故事都是吹牛逼的 就和网游小说是一个性质 生活也是电影 因为生活有时候很戏剧化 生活不是电影 虽然生活也能吹牛逼 不知不觉 我又想起了三清书 要知道我对此书虽然很是熟悉 但是要完全掌握还差很大的距离 我越来越觉得吧 我那老三样越来越不中用 因为我遇到的脏东西 不知道为何 竟然一个比一个猛 都很打了鸡血似的 他来下个月啊 我要找九叔好好的聊聊 问问他老人家 有没有更猛一点的符咒 要不然我实在是太窝囊了 想着想着 车子就开到了哈尔滨了 下了车以后 我伸了个懒腰 闻着这个城市独有的汽车尾气 哈尔滨不同于我家那小地方 身边走过的三三两两 身材高挑的美女 早已经耐不住春天的到来 而早早的穿上了丝袜短裙 我眼神飘过 笑而不语 心想着 炒蛋的哈尔滨 哥们我又回来了 打车回到了我住的地方 抱金龙和他媳妇已经回来了 晚上我们出去喝了顿酒后 我又给文叔打了个电话 问他什么时候能上班 他说明天就行 第二天我上班的时候 发现这老神棍好像过完年 竟然有点胖了 虽说还是像皮包谷 也不知道他回吉林吃了什么 怎么看怎么像服种 老家伙还是依旧欢乐斗地主 看上去心情不错 乐呵呵的让我去帮他买早饭 而且没给我要少的零钱 福泽堂的工作是浮躁的 特别是刚过完年 那些腐败的肥羊们 现在大多都喝伤了身体 很少有人光顾这种地方 一天无事 晚上我给老义打了个电话 叫他出来聚一下 这老小子挺高兴的答应了 我下班后就先到了袁大叔的面馆 推开了门 袁大叔和袁阿姨 竟然坐在一张桌子旁看电视 袁大叔还是那副模样 仿佛他只有微笑这一种表情 让人觉得这老头特别和蔼可亲 我笑着进了屋 对着他俩说 袁大叔 袁阿姨 观点好啊 袁大叔见我来了 也笑着说 过年好啊 小崔 啥时候回来的呀 我坐在了我的老位置 笑着对他说 昨天回来的 这不馋紧老的面了吗 袁大叔笑呵呵的对我说 你小子嘴还是这么甜 好说 着急不 不着急 等看完这个节目的 大叔再给你做面去 我对他说 不着急不着急 我今天和我朋友 想在这喝点酒 他还没来呢 啥节目啊 让你老看的这么有兴致 袁大叔听我不着急 便转过了头 继续边看电视 边和我说 黄朝木被发现了 这正不挖掘现场呢 看来是科普节目直播呀 真想不到袁大叔还对这种节目感兴趣 我望着电视里的那些所谓的历史学家和工作人员 拿着小刷子 正小心翼翼的刷着刚出土的文物 看他们这副全身贯注的表情 我又想起以前 我寝室里的那个毛鞋小王子 关上毛片似的神情 纵使身边风雷洞 意不授予临自身 精神就是这么的集中 够专业的 我也不知道这种节目有啥好看的 说好听点 叫历史遗迹发掘保护 说难听点 不就是刨人家祖坟吗 哎呀 这可真是损淫德的事情 可是后来我一想 其实这也是无奈之举 因为即使朝廷不刨 自然也有盗墓的刨 特别这几年鬼水灯这么火 那些年轻气盛的庄家汉 都自命为摸金校尾了 成天不好而种地 专门找坟跑 虽说让他们蒙堆的几率很小 但是那么大个天 掉个雨点的几率都能砸人脑袋上 如果真让他们发现什么大幕 一定会洗劫一空的 东西卖出去后 再流算到国外 岂不是丢了咱们自己家人的脸 比起他们 这些专家还是挺利索的 把刨出来的东西 都藏在了博物馆中 供后人关上 这应该也算得上 一件基因德的事情 一提起基因德 我又不住的抱怨 他大爷的 我上辈子是不是杀大牛了呀 这辈子的命这么苦 这里说到的黄朝 那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 要知道黄朝可是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 由于他比较有道 而又生猛 最终取代王先知 而成为这场大起义的总领袖 由他领导的这场大起义摧毁了当时的李唐 据说到最后还当过了短期的皇上 算得上一号萧雄了 比较有名的便是那首十分狂的造反诗了 至于那诗是什么 这里就不多讲了 想必大家都知道 而且还有一部著名的电影 以此时为名 那就是满城近代黄金甲 想不到这么狂的一个人死后几千年 木还是被刨了 这代表着什么 这代表着造反的就没有好下场 现实中也的确如此 他大爷的 我摇了摇头 算了 咱就是一屁眠 还是别想这么深奥的问题了 不多时老义便到了 他进门以后乐呵呵的跟我说 过年好啊 小崔 在家待的咋样啊 我见他过了一年 还是那副白痴的老样子 就对他说 还是那得应来 对了 我倒是听说了一件事 一会跟你说啊 袁大叔见老义到了 而且呢 直播也结束了 便起身问我俩吃啥 由于刚过完年 在家大鱼大肉的没少吃 现在肚子里都是油水 所以我俩也没点什么太油的菜 简单的点了两个 又要了几盘小呛菜 袁阿姨已经知道了我们爱喝酒 没用我说 便提来了四瓶哈尔滨啤酒 我忙起身 结果和他说了声谢谢 然后便坐下和老义喝上了 老义好像注意到了我的小指甲的异样 他惊讶的 哎 小飞 你 你是咋整的 这是不是就是电视里的那个啥灰 灰指甲呀 我呸了他一口 呸 狗屁灰指甲 什么眼神 你家灰指甲有这么黑吗 于是我便把过年时日在家从黄三太奶口中得知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了老义 不出我预料 老义嚼着花生米听的竟然有些傻了 也不怪他 毕竟这个故事实在是太刺激了 特别是我讲到了整个东北所有的家仙野仙都聚到了辽宁铁刹山开会 三位大仙在上面发话的场景时他的嘴都快喝不上了 老义听我讲完后有些不敢相信的对我说 这简直太刺激了吧 群仙聚会呀 那得多壮观 你说那个偷人摆人院的家伙是不是和抢太子皮的是同一个人啊 这时恰巧袁大叔端着一盘菜走来 他好像愣了一下 然后把那盘第三仙放在桌子上 问我俩 小义啊 你刚才说 说什么皮 我心里正在纳闷 你说这袁大叔怎么走路一点声都没有呢 被他听见了我和老义的谈话这可如何是好 正当我脑海里想着要怎么糊弄过去的时候 老义结结巴巴的说 我说的是太 晕了 我怀疑老义是不是过年过啥了 怎么别人问他啥他就说啥呢 于是我慌忙接过老义的话 对袁大叔说 我说的是您做的这个凉拌折皮实在是太好吃了 老义见我解围 忙如是重负的点了点头 袁大叔有些奇怪的嗷了一声后 也没多说什么话 便走回了厨房继续做菜了 我小声的和老义讲 你这么大声想干什么呀 恐怕别人不知道啊 老义有点不好意思 不见 主要是你说的太刺激了 也没控制住 就大声了点 对了 你认为这两件事之间是不是有联系啊 我摇了摇头 不好说 其实这件事我也想过 那个抢叶狐皮的虽然是个人 而且还应该是阴阳线 但你想想啊 他既然知道黑妈妈 就一定知道黑妈妈的神通 你认为咱们凡人真有那么不长眼睛呢 敢胡口拍啊 那不是活拧白了吗 得有多他的意志控制他去玩命啊 老义听完我的这句话号问我 那你的意思是 还是他们内部人干的呗 我端起来酒杯喝了一口 不清楚 不清楚啊 咱俩也不用清楚 因为咱俩现在最主要的还是找那女鬼 别的事 咱们先别管 主要咱们也是管不了啊 听天由命吧 对了 这些日子 你有没有什么线索呀 老义摇了摇头 难哪 咱俩现在这状态就是大海捞针 碰大运哪 哪那么容易啊 我过年这几天也一直在家待着呢 林叔过年好像是回老家了 前两天才回来 一直没有什么头绪 你说这算啥事啊 我苦笑了一下 不知道该说点啥好 这感觉确实不咋地 于是我就对他说 算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 来喝酒吧 我俩的杯碰在了一起 同归于尽 我一会儿 袁大叔端着最后一道菜上来了 我和老义觉得 就我俩喝得太没叶子 我请袁大叔陪我俩喝点 袁大叔也没把我俩当外人 便笑呵呵的坐了下来 我们有一句没一句的谈着 酒没少喝 我的嘴瓶 老义喝多结巴 和袁大叔的睿智 三人聊的挺有意思 旁边看电视的袁阿姨笑着她了口气 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老伴都这么大岁数了 还跟我们小魏侧入热闹的关系吧 其实跟袁大叔聊天也挺长见识的 这老头山南海北竟然没有他不知道的 给我们讲了很多的奇闻趣事 我觉得这老头好像有点奇怪 似乎是错觉吧 他喝的越多 那笑眯眯的小眼睛竟然就越亮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最后我们都喝的差不多了 老义这完蛋货 喝了八瓶以后就跑厕所醋去了 我心想这老义还真是糟蹋东西 我还行 刚刚好再喝就该多了 而袁大叔却还是那副模样 看不出他多没多 我不禁赞叹这老头确实有量啊 简直到了深不见底的地步 八成啤酒下肚竟然都没上厕所 也不知道他那啤酒都喝哪去了 而且他用那硕硕友善的眼睛望着我笑 看得我一愣一愣的 这眼神也太犀利了吧 看得我一阵尿意上游 慌忙去厕所了 到了卫生间以后 老义这货的脑袋都快插马桶里了 我慌忙把他扶起来 这家伙今天怎么这么不争气 欢迎大家收听 我当阴阳先生的那几年 第六十集 老义靠着墙站着 我则开始放水 提裤子的时候 我忽然想了起来 哎 我这黑之间不是能治疗小病吗 不知道能不能解酒 要说人喝多了呀 思维就开始没有约束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于是我先把老义扶到了座位上 然后拿着杯子 向袁阿姨要了杯凉白开 任大叔已经开始收拾桌子了 只见他拿着盘子什么的走向了厨房 见此机会 我便把手指解在那杯水里搅拌了一下 然后递给了烂醉如泥的老义 老义喝的太多了 问我这是啥呀 我心想如果告诉你这是哥们我的洗肢解水 估计你百分之百不会喝 于是我就对他说 这是八二年的马提尼 来干了 老义听我这么说 抄起杯子一口就喝了下去 然后对我抄抄 啥破碗事 咋这么淡呢 我见他喝了下去后 便没搭理他 掏出了一根烟 点着了慢慢的抽着 等着吧 看看这玩意管不管用 袁大叔收拾完后 便拿了壶茶过来和我聊天 他问我 小义没事吧 好像喝的挺多呀 我摇了摇头 不知道啊 大概没啥事吧 这老小子也许是装的 没事 袁大叔 不用担心他 说来也挺神的 十五分钟刚过 老义猛然的睁开了眼睛 对我说 怎么这 我记得我好像上厕所吐去了 怎么在这呢 我望着老义现在这不样子 你别说 他现在身上真的一点酒味都没有了 我望着我这小指甲 没想到他还挺实用的嘛 嘿嘿 看来以后我喝酒就不用怕谁了 除了能治疗感冒和止血 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功效 我心情挺好 袁大叔还在我身旁 我不好意思再跟老义解释 于是我就对老义说 你还说呢 刚才都吐了一地了 现在好点没有啊 呆头呆脑的老义点了点头 啥事都没有了 就是还有点饿 结果还是又麻烦袁大叔给老义做了一碗面 老义郎春虎咽子吃完后 我算了账和他走出了店门 初春的哈尔滨夜晚 气温依然很低 而且刚过完年 这个时间段有点不好打车 于是我就和老义又往前走了一段 这时我的电话响了 我拿起来一看 是文书的 我按下了通话键说道 哎文书啊 什么事啊 电话那边的文书跟我说 小飞啊 我刚才接到个活 你明天下午 来上班就行啊 记住啊 下午上班 然后呢 明天晚上别回家睡觉了 我觉得有些奇怪啊 便问他 啥活啊文书 还有晚上值夜班 电话那边的文书好像乐了 他说啊 啥活 白活呗 刚才有一户老主顾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他闺女死了 让我明天帮他操板操板 到时候给你点加班费啊 就这么定了啊 所谓白活 当然就是指红洗白丧中的丧事了 通常民间有人过世 都会请几个明白的先生搭理的 因为这正是燕阳先生的本行 主要是出丧日之前的事务准备工作 毕竟这是人一生最后的旅程 所以呢 没人愿意随随便便的 而文书现在说的呢 却好像并不是洗丧 因为听他说是人家的女儿死了 也不知道是多大 怎么死的 要知道这些事啊 可是有说到的 看来明晚的文书 便是要我配合他去那户人家里 指三了 所谓指三是燕阳先生的术语 按普通话来解释 讲的就是算算的过世之人的时辰和死因 而弄出一套适合的出品方法 文书刚才叫我明晚不回家 也许呢 还会叫我守在那家一晚 他打野的 真会去 但是既然已经干了这行了 这些事就早料到了 于是我便和文书说 那好文书 我回去准备准备 说完我便挂断了电话 我心里想着这老神棍 无非是想多收那家点钱 所以才让我去做做样子罢了 他会指个屁三呢 这老神棍死人钱都不放过 也不怕遭报用 但是后来我一想吧 其实呢 这种事也是周瑜打黄干 一个愿意攻 一个愿意兽 无非就是想给自己 找一个心理安慰罢了 就跟现在请和尚念经的道理一样 没有几个人能听懂 那些和尚念的是什么 心里也清楚 那些和尚都是酒肉和尚 吃喝嫖赌抽战权了 会念个屁经啊 就是想找个心理压力 花点钱就心安理得了 老义见我挂断电话后问我 是不是出啥事了 看你这表情好像挺不是心思啊 我苦笑着对老义讲 当然不是心思了 文书那老神棍 懒了份白活 让我明天配合他一晚上 老义笑着对我说 哎呀兄弟 你这是逃上了呀 这会我干过 是个好活呀 我望着老义 心里觉得他是不是 被我那涮肢脚的水给要傻了 怎么说胡话呢 这死人活能好到哪去啊 于是我便问他哪好啊 你说说 老义见我好像是第一次干这种活 于是呢 他就对我说 你看你就老外了 不是 你要知道啊 咱们现在的身份可不是什么小屁孩了 咱们是先生的徒弟 那在白氏的人家里是很受尊敬的 一进屋 烟酒不缺 而且事后还有红包 跟大爷似的 就当度假了 你说这还不好吗 听老义这么一说 我还真有点开窍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想想也确实是这个道理 于是呢 我就又找回了点平衡 这时车来了 老义和我摆了摆手后就先走了 而我则继续往前溜达 心想着明晚的事情 也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情况 真像老义说的一样 是去装大爷吗 可我那时候并不了解 这死人活真的是那么好干的吗 藏经有云 藏者藏也 成生气也 夫阴阳之气 以而为风 生而为云 降而为雨 行夫地中则为生气 正所谓人有人气 鬼有鬼气 万物生成全凭一 一口气 而文书那天接的这个白活 主要就是要守住死者的气 这么讲 大家可能还不明白 那我就从那一天的中午开始讲起吧 由于前一晚我和老义喝了不少的酒 但是老义那小子 由于喝了我的偏方洗支架水 所以呢 并没有怎么醉 而我就不行了 虽然没有喝太多 但是也差不多了 由于我还挺喜欢喝醉了以后那种晕晕乎乎的感觉 而且我还不想自己吸自己的指甲 所以回到了家中就直接往床上一敷 倒头大睡 庆幸的是 喝的有点迷糊 梦里的那个鬼娘们竟然没有来烦我 我舒舒服服的睡到了第二天上午十点多 还是被一阵电话铃声给吵醒了 我接起来是张亚新拿来的 由于在家的时候 我已经跟他用短信道过歉了 所以呢 他也就没再生我的气 我很奇怪 这小丫头给我打电话干啥 于是我迷迷糊糊的对他说 啥事啊小丫头 今天放假呀 由于在家的时候 我俩经常短信聊天 所以现在呢 我俩混得很熟 这小丫头给我的感觉还没变 就跟我的小妹妹似的 电话那边的张亚新 好像挺高兴的对我说 猪头 星期天当然放假了 对了 有时间没有啊 陪我去买只猫 我自己不乐意动态 买猫 这不是有钱没地方花了吗 大街上嫩老些流浪猫 随便抓回来一条羊不就好了吗 非得要用钱买 不得不说 这有钱人家的大小姐的玩意可真多呀 我从被窝里坐起身 对着电话说 我说老妹啊 今儿恐怕不行啊 我下午还要上班呢 对了 你不是有老义的电话吗 给他打一个不就完了 他好像放假吧 电话那边的张亚新 听我好像不愿意陪他似的 便有点不乐意了 他说啊 他礼拜天的 你上什么班啊 是不是有女朋友了 然后就不陪你妹妹 去陪女朋友去了 心里一声苦笑 我有个P女朋友啊 我这舞弊三缺之人 如果还能有个女朋友的话 估计世界末日就 真就不远了 于是我又好气又好笑的对他讲 我的小姑奶奶 你别说 我还真就是陪异性 不过不是陪女人 而是陪女师 电话那边的张亚新显然听愣了 他问我 女师 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 哪说的这么吓人呢 我便把我今天下午要去做的工作告诉了他 他听完后叹了一口气 崔哥 也真是难为你了 我觉得吧 你和易新兴还是在找一个正经的工作干吧 老这么干下去也不是回事啊 我知道你有本事 但是总这么干下去的话 人都会崩溃的 说实在的啊 听这小丫头这么说 我心里面确实挺暖和的 我也知道我干这行并不是什么好事 吃饮煎饭的 没有几个好结果的 行文有一天得崩溃 而且现在我越来越觉得 我们这行已经不再被这个社会所认可了 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 我已经没有了退路了 现在小命还没保住呢 等保住小命以后再说吧 于是我便苦笑的对着电话说 那你费心了妹子 有机会的吧 有机会一定换一个 你听话啊 给老易打电话吧 他一定能陪你去 电话那边的张雅兴很听话的说 嗯 那崔哥你注意点身体 如果再遇到什么危险的事 要是和自己没关系的 就最好少管 知道吗 知道了妹子 你看我啥时候多管过闲事 电话那边的张雅兴叹了口气 其实我知道 我说这些也没用 因为你什么性格我太了解了 我俩又闲聊了几句后 便挂断了电话 我穿着四脚裤起身 从桌子上拿出一根烟点着了 叼在嘴里 心里想着 他说他了解我 这不开玩笑的吗 长这么大 我都不了解我自己是啥样人 洗漱完毕 我煮了一袋方便面 吃完后看了看表 已经快十二点了 于是我便穿好衣服下楼 坐着公交车去了福泽堂 推开福泽堂的门 只见今天文叔这老家伙竟然出奇 没有到地主 而是身着一身黑色得体的中山装 正坐在接待桌前抽着烟 见他今天这炮轰的脑袋 还输了个雷劈的缝 好像还喷了点啄里水 看上去油光正亮的 我心想这老神棍今天怎么达完他这么社会 他见我来了 就招呼我过去 我坐在他对面 他便开始跟我讲今天这份活的重要性 原来呀 今天这雇主可是大有来头了 听文叔说好像是那个公司的大老板 没有钱的样子 曾经在福泽堂求了好几座佛 而且还请文叔给看过风水 像过阴宅 反正是钱没找花 是文叔最大的客户的其中之一 可是所谓一鸣二运三风水 如果命不好 求再多的佛又有什么用呢 看来这户人家是注定命中丧子 就在昨天 这个大老板的女儿出了意外 出了场车祸 一命呜呼了 据说是死停惨 右腿被撞折了 肋骨被撞断了好几根 扎进了肺里 大面积出血 惨不忍动 听文叔说 这女的和我年纪差不多 才二十多 正是最水灵的年纪 可惜就这么死了 他爹妈就这一个孩子 哭的不行 但是也要接受这现实 得让自己的女儿 风风光光的上路 于是便给文叔打了个电话 让他帮忙操办 而文叔便以他那 普渡世间疾苦的心肠答应了 我听完后心里骂道 你个老神鬼 普渡众生是假 趁机捞钱才是真的吧 看来这家已经把操万白 是所有的流程都交给你了 这里面可是不少油水 到时候你这老神棍一定能狠切一票 哎呀 这老神棍呢 他是贪心的 什么时候算个头啊 这老神棍虽然懂得全是坑蒙拐骗的手段 但是他也是还会些皮毛的 毕竟只会吹牛逼的话 总有一天会露馅的 这老神棍好像还读过些藏经 昆道秘籍之类的 对停丧日 出丧日 起丧日 什么的 还略懂一些 他知道 这女人横死后的处理方法有些麻烦 弄不好的话 就会对那家和操办的先生有不好的兆头 古书有云 客死一人 香魂散 忧病有寡 杨世人 说到底 女人这种生命体实在是难对付 而女鬼就更加的难对付了 特别是横死的人 因为这根本算不上善终 这种人没有无偿钩魂 远气极大 如果不好好的超度的话 便无法前往阴世 说轻些会影响家人的运道 说重一些 就连变成厉鬼扑人 也不是不可能 文书虽然不清楚这阴世之事 但是他也懂得头打一更 防范起风 头打二更 切勿吸灯的道理 所以他也不敢拖大 便跟我说起了今晚要做的诸多事宜 他老人家也不知道 从哪学的一门什么独门秘书 告诉我以后 我怎么想 怎么是骗人的 因为他和我说 明天出别 今晚因为不吉利 所以那户人家不能留人 只能咱俩前去扫灵 长明灯要一直亮 这点不用多说 关在旁要放守魂机 这一点也不用说 最重要的是 要时刻注意时间 每隔半个时辰 就要烧纸磕头 直到天亮为止 不得怠慢 我听他说完后 心里对他全是鄙视 本来嘛 哎呀 您要没有这个金刚算啊 您就别来什么瓷器活 什么独门秘书啊 纯属是蒙人的 鬼才相信呢 你也不想想 有哪户人家死人 家里人不留下来守夜的 还让外人来守 这不笑话一样吗 烧纸和长明灯 这倒挺正常 但是也不能每个半个时辰就烧啊 要知道那死去的女子 现在一定还在迷茫的状态 你烧那老鞋纸钱给谁烧呢 这里解释一下啊 刚刚死去的人吧 在意识上是不清楚自己已经死掉了的 等到无偿钩魂或者是三天已过了 他们才会相信自己已经离开人世了 而这段时间呢 则被称为易迷茜 这期间的鬼魂如果是因为环境不大 或者是形差踏错 是最容易变成厉鬼或者杀魂的 之前我遇到的黄衣女鬼就是属于横死 横死的罪孽太大 不配无偿引路 但好在她虽然是因生因死 但是心中存着对董思哲那个杂碎的强烈思念 所以呢 只是暂时变成了游魂而没有变煞 可是等到那楼快被拆了的时候 受到了刺激的她才会失去理智杀人 说明白些吧 她变煞鬼的原因全是气在作款 因为大楼拆迁 改变了周围的气的环境 所以她才会抓狂 而今晚呢 只要保证那死去的小姑娘的身身不受外气的影响 便百分之百不会有事 至于文书那一套 当然是脱裤子放屁的事了 要知道那死掉的女子现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哪会有什么怨气呀 还不吉利 家人都不让在 我呸 但是没办法呀 谁让她是我老板呢 我这个小麻仔只能听她的 她说东我不敢打西 她说抓狗我也不敢偷鸡呀 只是苦了我了 哎呀 又要一个晚上不睡觉了 不但要一整晚面对着棺材 还得每个一个小时就要烧纸磕头 我上哪说理去 文书对我嘱咐好一切和问我 小飞啊 明白了吗 记住啊 今天这可是个大伙 千万别给我掉链呢 整好了 这个月 给你涨两百块奖金 两百 那么说我这个月的工资就是一千二了 我有一种特想哭的冲动 他大爷的 没想到我这要面对死人一晚上的活就值两百 文书见我这副老不乐意的模样 本来嘛谁愿意无缘无故的对着棺材烧一晚上的纸呢 于是他就对我说 大大 不乐意呀 好好好 再给你架五十 你看咋样 我有些哭笑不得的望着文书 心里想 看来你这老神棍是真把我哥们当二百五了呀 啊 但是想归想 想想也不能改变什么 该干的还得干 毕竟我还有生活不是吗 算了就当成是一种经历了 他大爷的 只是当时的我没想到 这个经历竟然会是那样的惊险刺激 这里还要说一句啊 有钱人的玩意可真多 这确实 比如我和文书眼前的这栋小洋楼 下午两点 文书带着我打车前往那户人家 那家住在江北 独门独院的一栋小别墅 三层的欧式风格 够气味的 这种房子我以前只在电视里面见过 只不过在大门前挂的零头帆略显扎眼 因为那代表着这家有白事 下了车望着房子前停着的那一排名车 我顿时有一种自己是土鳖的感觉 他大爷的 我心中暗骂道 这正是猪门酒肉臭 金钱的力量可真大呀 怪不得这个社会的人都红了眼 感情都是想过这种生活呀 文书显然比我要平静 毕竟他已经不知道来过多少次了 他对我说 一会儿进屋 少说话 多办事 知道不 我对文书点了点头 后背上的背包里全是文书准备的那些没用的东西 里面有粘了米汤的纸钱 和抽了条的元宝蜡烛 唯一有用的便是文书的镇剑宝贝 铜钱剑 因为文书说拿这东西来镇煞 所以呢 也就带来了 背包挺沉 压得我没话了 就这场时候我能说啥呀 光傻眼了 说吧 我和文书便走进了院 别说 这人还真多 得有个四五十号人 估计都是来吊焰的吧 所谓吊焰 便是来哀悼死者 并慰问生者 早在古时就有记载 说愿修文有云 宾客吊焰 无不哀者 看来的这些人 穿着也是非不及贵呀 估计都是些阿谀奉承之徒吧 这社会要是没财没权 除了亲戚和朋友外 哪会有人来屌你 算了 这些东西也不是我这种小人物 能想明白的 想那么多干啥呀 还是跟着文书 老老实实的干完这个活吧 先把那二百五 挣到手再说 不过文书似乎 进了院子以后 很吃得开 院子里的那些土大款们 有很多都认识他 见他来了 就笑容满面的走上来和他握手 直夸他老人家神通盖世之类的 我看这架势 大概这些土大款 都是被这五尺铜牙神棍文 给骗过的 真是悲剧呀 哎呀 被文书当成了肥羊 还要谢他 不得不说 文书确实像是个演员 那副先锋道骨 王八之戏 马上就浮现出来 他一副高深莫测的表情 对众人笑了笑 那表情仿佛是要告诉他们 他很低调 不适合如此世俗的场合